最近的股市上冲下席的 好像身边的人都在讨论投资 自己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会不会很担心错过这班车 却又不太敢下手 你生怕一不小心就赔钱 如果你是刚入门的新手 最好是从心态还有基础开始稳扎稳打 如果你已经有投资经验 我会建议你试着回归投资的初心 沉淀思绪 我有一份投资理财的推荐书单要跟你分享 总共会涵盖三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个心态 就是金钱跟心理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基础 就是投资跟财务观念的养成 第三个就是获利 股票投资的原则还有方法 这份书单总共会涵盖十本书 我会简单的分享一下 每一本书值得一读的重点 还有我自己得到的启发 而且每一本书我都会在下方资讯栏 附上更完整的读书心得文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直接点进去阅读那篇长文的全文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介绍 第一本书我要推荐的是 致富心态 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 因为它充满了寓意 而且妙趣横生 整本书里面帮我们梳理金钱观念 我觉得是一本必读之作 这本书的作者是财经专栏作家 摩根豪瑟 他认为人们总是用理解知识的方式 在思考跟学习金钱观 而不是用理解心智 还有行为模式的方式去学 他希望可以透过这本书 帮助我们看见投资背后的本质 认识一些自己的偏见还有误解 帮我们做出更好的理财决策 书本里面不会谈那些 很枯燥的走势图、技术线或者是损意表 它是把核心拉回到我们本身 对于金钱跟财富的看法 整本书用很多引人入胜 一则又一则的短篇理财故事 引导我们重新去检视自己的财务观 摆脱我们一直以来 对于投资的错误想法跟误解 读这本书不但能整顿你的钱 还能够梳理你的心 第二本我要推荐的叫做 金钱心理学 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 因为它整本书透过了 诙谐有趣的方式 去介绍金钱跟心理学之间的关系 像是花钱 是我们每个人天天都在做的事情 无论是吃喝玩乐 买书、看电影、买车、买房 所有的事情几乎都离不开钱 可是你知道吗 自己为什么会花钱买某样东西吗 你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 某些东西值得、某些东西不值得吗 那你知道商人们 他们如何影响我们花钱的行为吗 这本书会教我们认识金钱背后的心理学 这本书的作者是行为经济学教授 丹·艾瑞利 还有财经作家杰夫·克莱斯勒 他们揭露了大众对于金钱的传统思维 还有我们在思考金钱的时候 常常会犯了哪些错误 作者提出了很具体又实用的建议 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金钱决策 养成更好的用钱习惯 这本书我还有一个地方觉得很有趣 就是作者他并不会用很像老师或教条式的方式去跟你讲东西 他是用很有趣很好笑的故事还有实验 带我们逐渐的去理解各种关于金钱的心理学常识 书里面就有一句话这样写 我们不是想要给你鱼 而是想让你知道你一直以来是如何钓鱼的 而且会期待你未来用更好的方式去钓鱼 这不是一本什么财务规划书 而是一本翻转我们如何思考金钱的书 第三本要推荐的叫做金钱超思考 为什么推荐它呢? 因为金钱这件事情说起来有点吊诡 求学的时候老师他不会教我们 但是你迈入职场的时候就跟人家比说谁赚的比较多 人们对于金钱的认识真的是少得可以 你看到荧幕上面就是光鲜亮丽的那些富豪名流 难道你会觉得有很多钱就是这样一回事吗? 我们对于金钱的追求跟渴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金钱超思考这本书的作者叫做乔纳森·克雷蒙 他是华尔街日报知名的财经作家 他在这本书里面试着回答一个问题 人们是如何思考金钱的 这个简单问题的背后 蕴藏着很精彩的尝试还有智慧 这本书可以视为个人财务策略的一个蓝图 作者他引导我们各种运用金钱 还有管理金钱的方法 我觉得适合每个年龄层的读者参考 不过啊 这本书谈到的范围很广 对于细节的琢磨比较没有这么多 它是一本比较广的一本书 有兴趣的读者你就必须在延伸阅读 其他领域的著作 读完这本书之后 我是找到了自己在金钱方面很多的答案 也厘清了我自己很多的困惑 这本书可以帮我们学会 如何发挥金钱的真正价值 解放很多人为钱所困的心态 迈向财务跟心灵自由的人生 再来第四本我要推荐的书叫做 持续买进 为什么推荐它呢 因为它简单好懂又有很多的数据 可以支撑它的论述 是一本很入门的投资理财书 持续买进的作者是一个资料科学家 还有投资专家叫做尼克·马朱利 他在书里面以生动风趣的口吻 搭配丰富的资料数据 挑战一些常见的投资迷思 这本书会引导我们 透过很客观的思考方式 加上正确的投资心态 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投资理财方式 作者鼓励我们 不要只是依靠直觉跟盲目的接受投资建议 而是你要懂得客观的分析数据 来形成自己的投资策略 作者他就发挥了他身为资料科学家的优势 把故事还有数据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提出了持续买进的投资策略 他在书里面强调 无论现在是牛市还是熊市 只要你长期持续的购买 就可以稳扎稳打的累积财富 这种策略可以获得的报酬 甚至会超越那一些 只在市场低点的时候购买的投资者 更有意思的是 这本书不只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投资视角 同时他也建构出一套很完整的投资架构 主要可以分为储蓄跟投资两个部分 储蓄的部分会教我们该存多少钱 如何存更多钱 还有如何没有罪恶感的去花钱 投资的部分会教我们 为什么应该投资 该投资一些什么东西 以及该在什么时间点投资 无论你是投资的新手或老手 无论你现在的财务状况如何 都可以从这本书里面获得很实用的方法 再来第五本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 财务自由提早过你真正想过的生活 为什么我会推荐它 因为财务自由比的不是谁省的钱比较多 而是你要知道 开源是比节流更重要的事情 你有没有想象过 可以每天漫步在风光明媚的沙滩上 喝着爽口的饮料 不用再烦恼工作跟金钱 开心的拍照上传到Instagram 然后打这个标签财务自由 你想过这件事吗 先收起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肯定是误会什么了 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美国的一位创业家 叫做格兰萨巴蒂尔 他从银行的存款只有2.26美元开始起步 打造一个副业跟积极的储蓄 在五年的时间内 就累积到了125万美元的财富 在他30岁那一年 正式的达成了财富自由 在书本里面 他就拆解了自己的具体策略 还有步骤 说明一般人也可以稳健的 朝向提早退休的财务目标 一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有点挫折 为什么美国人的收入这么高啊 五年125万美元 这根本是天文数字吧 作者还举了其他人的例子 分别都是在25岁到35岁之间 都可以达成100万美金的目标 看的时候会觉得 好像有一种遥不可及的感觉 我曾经想要放弃这本书 但幸好我坚持下来了 我把它读完了 之后我就努力的整理自己的思绪 有了截然不同的题目 原来我们远远的看着 那个财务自由的金钱数字 是一回事 我们真正在心态跟行动上的转变 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达成财务自由的这条路 其实是比你想象当中的 更加崎岖跟陡峭 可是它还是可以达成的 你需要的不只是钱而已 而是你愿意踏出舒适圈的一种 创业家的想法跟思维 你要勇于去创造 还有争取自己未来的自由 再来第六本书我要推荐的叫做 别把你的钱流到死 为什么我推荐它 因为它是一本不留俗套的人生理财哲学 非常的发人深省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人生的终点来临的时候 你的口袋里面的钱还是满满的 那这些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本书就会挑战我们 对于金钱跟人生观的传统看法 他提出了一种非常大胆 而且又富有启发性的理财哲学 就是别把你的钱流到死 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美国的知名对冲基金的经理人 叫做比尔伯坚斯 他提出这个观点 他认为说 我们经常过度的注重在累积财富 却忽略了金钱真正的价值 也就是为生活带来快乐 跟丰富经验的价值 书本里面给出了九个金钱的法则 从最佳化人生体验 到设定死前的财务目标 都在引导我们思考 如何去平衡时间 健康还有金钱之间的关系 书本里面引用了大量的实际案例 还有分析 用一种很有说服力 跟拥有众多资料佐证的论述方式 教我们如何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做出最好的财务决策 我觉得这本书值得一看的原因 就是在于 它真的是彻底的挑战了 传统的储蓄观念 它提供一种全新的 以我们个人幸福为导向的 财富管理方式 作者谈的 不只是关于理财的方法 它更是一种 对于生活哲学的探索 它鼓励我们 在为了未来储蓄的同时 你也要懂得活在当下 充分享受人生 我觉得自己可以读到这本书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再来第七本 我要分享的这本书叫做 投资最重要的事 为什么我推荐它呢 因为巴菲特说这本书 它读了两遍 这本书也是奠定了 我的投资观念 最重要的书籍之一 投资最重要的是 它的作者叫做霍华马克思 它是像素资本管理公司的 这个创办人 它管理超过 1000亿美元的资产 它从这个90年代开始 它就透过投资备忘录 跟它的客户 还有所有的投资人沟通 这些备忘录 在金融界是广受推崇 就连巴菲特本人也说 只要他在信箱 看到这个作者的投资备忘录 他就会马上打开阅读 这本书真的是 出乎我意料的好看 我原本会以为 这是一本很硬的理论书 但是我真的慢慢读下去之后 我才发现 这本书它真的是流畅 好读 而且充满了丰富 又扎实的投资智慧 整本书没有任何复杂的数学公式 而是有很多历历在目的 近代的金融事件 还有作者对这些事情 充满洞见的解读 还有提出的建议 无论是投资新手 或是资深的投资者 都可以从这本书里面 学到很多东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本书除了作者 它的原文之外 它还有很多 邀请了知名的 金融专家跟经济学者 在原文的下方 直接加注评论 你读这本书 就好像是看这些 厉害的人物 在跟作者进行对谈一样 让我们可以读到的观点 更加的丰富 整本书是非常的有意思 在你真的要把钱 拿去买股票之前 先花一点点时间 把这本书读完 最好的话 你可以读个两次 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再来第八本 要推荐的书叫做 漫步华尔街 为什么推荐它呢 因为这本书 它的笔风 非常的幽默风趣 它探讨了市场上 大部分的投资方法 每当我自己遇到了 股市的热潮跟低潮的时候 我都会重新阅读两本书 来厘清我的头绪 我认为人生必读的 就是两本 有一本叫做 漫步华尔街 一本就叫做 投资金率 那我先讲讲漫步华尔街这本 如果你是刚开始接触 投资的新手的话 那这本书你是绝对要读的 因为这本书 它从1970年代 出版到现在 已经畅销了50多年 而且它还一直推出 新的增订版 是一本经得起 时间考验的著作 书里面提倡的投资策略 它也像一瓶好酒一样 越沉越香 持续发挥它惊人的投资成效 帮助很多的投资者 这本书的作者是经济学家 波顿莫基尔 他同时也是华尔街的 专业投资人 他在这本书里面 用他个人丰富的经验 加入一些产学界的研究 还有分析 提供我们坚实可靠的 理财建议 书本里面会从宏观的角度 解说股价 还有历史上面 所发生过的种种事情 分析各种投资方法的利弊得失 提供给我们股票的散户 一套稳健的投资方法 我自己读这本书真的是好几次了 透过书本 打下了很扎实的投资观念 身为普通散户的我 依照书本里面的投资 已经到现在有八年多的时间了 也获得了很丰富的报酬 同时我又可以睡得很安稳 那更有趣的是 我在股票市场里面 看到还有体验到的一切 几乎就是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重新演出而已 所以投资它就很像是一场马拉松 而不是短跑 我希望你可以从这本书里面 获得很多启发 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 并在未来的投资旅行当中 稳步的前行 再来第九本我要推荐的 就是刚刚提到的 投资金率 为什么推荐它呢 因为它融合了金融历史 投资理论 还有金钱心理学 全部都融合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这本书是我自己的 这个定心神针 就是每次看到这个股票 波荡的时候 都会来重读这本书 那我也记录了自己 很多很多踏入投资领域之后的 困惑跟转变 跟这本书对照 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更早一点 可以在二十岁的时候 就读到它的话 会有多好 我自己在学生时期 就听到投资理财的时候 我总是很害怕 我都不敢碰 因为我身边很多亲朋好友 或者是长辈 都会耳听面面说 投资很危险啊 然后到处都是在赔钱的例子 你就会觉得很可怕 所以这个 我就会觉得 好像要有很多的现金 在手边是比较安全的 那以前啊 我就是一个风险的躯避者 都不敢碰这些东西 但是啊 后来在职场上面 打滚了好几年之后 我才终于就是定下心来 觉得我来找这本书 来好好的看一看 然后看完之后就发现 哇哦 真的是太好看了吧 它真的是让我学到 很多金融的历史 然后从那些理论当中 让我知道原来股票市场是这么一回事 我觉得这本书是属于难度比较适中的 但是它还是蛮厚的一本 你如果可以去把它细细的读完的话 你会像我一样 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而且我也是真的在把这本书读完之后 我才把我的钱投到股票市场里面 我也按照书中的建议 到现在累积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这本书它算是我的投资启蒙书 也是我经常回去重复阅读的好书 再来最后一本第十本 就是你没有学到的资产配置 为什么我会推荐它呢 因为你可以学会 进可攻退可守的成功投资策略 你自己想一下 巴菲特最厉害的地方到底是哪里 是他挑选股票的精准判断力吗 其实并不是哦 巴菲特他持有的上市公司 只占了波克夏公司的市值25% 其他75%的资金在哪里呢 那这次分享的这本书 就会告诉你 巴菲特他默默在做的事情 教我们打造一个 进可攻退可守的稳健投资策略 那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雀佑尚老师 他有30多年的投资经验 曾经在华尔街担任基金经理人 那他目前是同时在台湾跟美国经营基金 过去他管理的基金表现很优异 但是呢 他也因为重仓压一档台股 然后大幅亏损 所以他就开玩笑说 他是从华尔街的操盘手 变成了华西街的拉巴手 那尽管他经历过很多次 重大的股灾 还有美股失落的10年 但是呢 他失败之后 再重新成功的经验 就是非常珍贵的 他也把很多的事情 都写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这本书 就带我们深入的了解 资产配置的各种面向 包含了你如何思考 搭配 估算 还有你去了解自己的能力跟局限 书本里面就挑战了大部分的人 对于巴菲特 只靠选股致富的一般看法 这本书指出了 巴菲特其实更灵活地 运用了资产配置的方式 显示出巴菲特 他整体的投资战略还有哲学 他带我们理解 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还有我们为什么要采用资产配置的模式 协助我们降低风险 并且稳健获利 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你想要看更多的投资理财好书推荐吗 以上就是我觉得 很适合投资入门新手 也很适合投资老手 用来找回投资初心的必读十本好书 如果有哪一本引起你的共鸣 欢迎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想法 另外我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 你最受用的投资理财好书是哪一本 我也希望从大家的留言当中 找到一些我原本没有注意到的好书 让我们持续透过阅读 成为更好的自己 OK那节目到这边就尽到了尾声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 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 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 还有好书进去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当你刚踏入职场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过这种感觉 如果我早一点知道 某些事情就好了 如果能够提早阅读到一些职场技巧的好书 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很常见的职场错误 更快适应职场的环境 欢迎前往另外一集说书 我会跟你分享我心目当中 前十名的职场好书清单 主题包含了 基本工作心态 工作能力的提升 还有转换职压跑道的十本好书